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股市分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的道琼工业指数创下历史新高的背后原因 尽管大型科技股的下滑对标普500和纳斯达克造成了拖累 道琼指数上涨200点 达到了35000点 这一成就主要归功于传统工业和金融板块的强劲表现 尤其是摩根大通和高盛的股价大幅上涨 然而 与此同时 苹果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却出现了显著下跌 让市场对未来的经济走向充满疑虑 投资者的信心正面临考验 因为他们开始将资金转向那些受益于经济复苏的传统行业 这一现象引发了专家们的激烈讨论 对于科技股的未来增长潜力 意见不一 此外 我们也将分享一个先为人知的策略 资本利得收获 这可以帮助你在资本利得税上获得0%的利得 这对于投资者在收入较低的年份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这一周 华尔街的表现也相当混合 随着即将公布的企业财报和通胀数据 投资者的焦点将更加集中 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和机遇 市场的走向将如何发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来到股市分析特别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近期股市的一些重要动态 和背后的深层次因素 我们的第一则新闻来源于 ABC News报道中提到 道琼斯工业指数创下历史新高 尽管大型科技股下跌拖累标普500 和纳斯达克指数 道琼斯指数上涨了200点 达到35000点的历史高位 这一成就主要归功于 传统工业和金融板块的强劲表现 然而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5% 那斯达克指数更是下跌了1.2% 主要因为一些大型科技公司的股价显著下滑 例如苹果公司和亚马逊的股价 分别下跌了2%和3% 市场分析师认为 这些科技股的下跌 主要是由于投资者 对其未来增长前景的担忧 在分析这些现象时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市场的板块轮动现象 随着全球经济逐渐从疫情中复苏 投资者开始将资金转向那些 受益于经济重启的传统行业 金融板块在这一天表现尤为突出 如摩根大通和高盛的股价 分别上升了3%和4% 这是因为利率上升 扩大了银行的贷款利润空间 同样 能源板块也表现不俗 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的股价 分别上升了2.5%和3% 这一现象引发了市场对未来走向的讨论 一些专家认为板块之间的分化 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随着经济逐渐恢复 投资者可能会继续将资金从科技股 转向那些受益于经济重启的传统行业 然而 也有专家持不同意见 他们认为 科技股的下跌只是暂时的调整 科技行业在未来仍将扮演重要角色 无论是传统行业 还是科技行业 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和挑战 投资者需要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和投资目标 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 接下来 我们关注CNBC的一则新闻 介绍了一种鲜为人知 但非常有效的投资策略 资本利得收获 在股市表现强劲的一年里 这种策略可以帮助投资者 重新平衡投资组合 并节省未来的税款 具体来说 这涉及在收入较低的年份 有策略的出售盈利资产 如在退休初期或失业期间 这样可以实现0%的资本利得税率 尤其适用于应税收入较低的个人和夫妻 专家指出 资本利得收获 有几个显著的好处 首先 它允许投资者 在不触发利得的情况下 重新平衡资产 其次 通过出售盈利资产 并立即重新购买 投资者可以重置资产的基底价格 从而减少未来的利得 这在高收入年份出售时 尤其有利 虽然这项策略 在收入较低的年份 更具吸引力 但需要注意的是 年收入增加 可能会影响其他税收优惠 如市场健康保险的保费税收抵免 最后 我们来看一则来自 悉尼陈锋报的新闻 关注华尔街表现 和即将到来的企业财报 华尔街在本周开始时 徘徊在历史高点附近 投资者将迎来一系列企业财报 和政府最新的通胀数据 标普500指数 在下午交易中下跌0.4% 但距离7月的记录 仅差1% 道琼斯指数 上升46点 或0.1% 澳大利亚股市预计将开盘走高 BHP将公布业绩 本周的市场动态 主要受到企业财报 和经济数据的影响 例如 美国工厂的耐用品订单 在7月激增9.9% 这表明经济活动强劲 半导体公司NVIDIA 将于周三公布其最新财务结果 该公司受益于人工智能的狂热 股价今年已上升155% 然而 本周的关键报告 将是政府提供的 7月个人消费支出 PCE报告 这也是美联储首选的通胀衡量指标 通胀数据将为美联储的下一步行动 提供重要依据 市场普遍预期 美联储将在9月降息 总结下来 这一系列的市场动态 反映了投资者 对未来经济走向的不同预期 无论是传统行业的复苏 还是科技行业的调整 投资者都需要密切关注 宏观经济指标和企业财报 以便做出更为准确的投资决策 在资本利得收获方面 了解税收政策和使用策略 可以显著提高投资收益 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 综合分析和灵活调整投资策略 是成功的关键 感谢您的收看 这是股市分析特别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道琼工业指数 在大型科技股下跌的背景下 创下历史新高 尽管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 因此受到拖累 这一天 道琼工业指数上涨200点 达到了35000点的历史新高 这一现象 反映了投资者对不同经济板块的 不同预期和选择 传统工业和金融板块的强劲表现 推动了道琼工业指数的上涨 如摩根大通和高盛的股价 分别上涨了3%和4% 以及能源板块中的埃克森美孚 和雪佛龙股价 分别上涨2.5%和3% 同时 标普500指数下跌0.5%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2% 苹果和亚马逊的股价 分别下跌2%和3% 这表明投资者对大型科技公司 未来增长前景的担忧 随着全球经济从疫情中复苏 投资者开始将资金转向受益于经济重启的传统行业 这种现象引发了市场对未来走向的讨论 一些专家认为板块之间的分化可能会持续 随着经济逐渐恢复 投资者可能会继续从科技股转向传统行业 另一些专家则认为科技股的下跌只是暂时调整 长期来看科技行业仍具有强劲增长潜力 尤其在数字化转型加速的背景下 资本利得收获是一种策略 帮助投资者在收入较低的年份出售盈利资产 从而重新平衡投资组合并节省未来的税款 2024年如果单身申报者应税收入达到47,025美元或以下 已婚共同申报者应税收入达到94,050美元或以下 他们可能有资格享受0%的资本利得税率 这些税率适用于持有超过一年的长期资本利得 而持有一年或更短时间的短期投资 则需缴纳常规所得税 资本利得收获提供几个好处 包括在不出发利得的情况下 重新平衡经济资产 并通过出售盈利资产 立即重新购买来重置基础或原始购买价格 洗售规则不适用于资本利得收获 因此投资者可以通过此举措减少未来的利得 特别是在以后高收入年份出售时 专家建议在每年的10月或11月进行资本利得收获 这时投资者可以更准确地预测年度应税收入 华尔街在本周开始时 徘徊在历史高点附近 这一周将迎来一系列企业财报和政府的最新通胀数据 标普500指数在下午交易中下跌0.4% 道琼斯指数上涨0.1%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8% 主要受到大型科技公司的拖累如微软下跌1% 美国原油价格因以色列和黎巴嫩激进组织真主党的交火而上涨3.5% 债券收益率保持相对稳定 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从周五晚的3.80%上升至3.81% 投资者本周将迎来繁忙的一周包括耐用品订单 消费者信心更新和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修正估计的报告 NVIDIA将于周三报告其最新财务结果受益于人工智慧的热潮 今年股价上涨155% 本周报告业绩的公司还包括Colz、TrueA、Salesforce和Dollar General 周五将发布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报告是本周投资者的关键报告 该报告是美联储首选的通胀衡量指标 经济学家预计最新的PCE数据 将显示2.6%的通胀率 而2022年中期PCE增高达7.1% 美联储提高利率以控制通胀 但也关注经济放缓的风险 交易员预测美联储将在9月的会议上降息 并在年底前至少将主要利率削减一个百分点 6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6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6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